作词 杨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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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没有力量大声哭 因为我连哭的力量我都没有 因为能不能呼气很辛苦 我要很用力才能吸到一口气 开始拖 吐 烧是越烧越厉害 烧到四十度 烧极都不停 晚上根本睡不到 整个人滚 开始有骨痛 周身不舒服 开始有很多症状 就像新闻说的那些症状 但我仍然没有觉得自己中了SARS 神如果你能救我 容许我在SARS的病房走出来 我相信你不是要我来这个世界去受苦 我相信神有他的心意 几年都不会去看一次医生 当时医生跟我说有癌症 我觉得可能会出错 我说神如果你可以容许 不如你给他们出错 可能是别的事 但如果神你真的要我有 我愿意去信服 不过你给我有这个勇气 你给我的家人也有这个勇气 去接受这件事 我记得 我在SARS的时候 神给我的祝福和英雄 我同样地跟我先生说 如果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这个上帝是真的 他不会让我们没有能力承受 他也不会让我们白白地承受 而没有我们得着的苦难 所以我跟他其实很有信心神 是会医护我 现在我做完化療 差不多三个多月了 我的头发都开始生了 眼眉都生了 而我可以跑到上山 可以结婚不是必然 可以有个小朋友也不是必然 可以有一个好的husband 也不是必然 还要是他要经历过死亡 再回回头 有回一个幸福的家庭 现在真的会放个健康 和家庭在第一位 赢得全世界 但没有了健康 没有了生命 也是没有意思 现在我都会很努力做事 也都很享受工作 但是我会有适当的时间 就要去休息 还有我答应了我要做的事 我真的会等低工作 和他玩 我学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珍惜当下 我们计划很多未来的事 有时太多计划 不是说不要计划 而计划得太多了 反而我们忽略了 你很实在的 今天 你可以告诉妈妈 我爱他 以前我不会的 这些事这么难啟齿 等有一天有机会 不是的 你明天未必有机会 你要去欣赏人 你要去鼓励人 你要去跟人道歉也好 你就那天做了他 因为明天你不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